您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請你跟我這樣過 來得快 排得慢 累積了毒素 怎麼辦啊 所以要吃對纖維 這是有妙招的 請你跟我這樣過 吃膳食纖維 保健康 但吃錯方法 你的小腹只會一去不復返 女性減重必備的高鮮食品 可能都是化學加工 讓你離愛 貧血 血管大爆發 台灣食品越來越不安全 想打造一個無毒的纖維餐 真的有可能嗎 我們邀請他內科教授林杰良 養生達人黃明勇 醫藥記者洪書欽 及三位藝人張秀凡 曾雅蘭 劉宇柔 要來一起討論哦 方文哥 你剛剛說吃對纖維 其實根據一個調查發現 每一天這個我們國人膳食纖維的 攝取量平均說是15克以下哦 這個數字可是不到 衛生署建議的一半而已 而且以19歲到30歲 這個族群可以說是最嚴重的 但是又有另外一項報告 他說呢這個上班族的女性啊 這個叫做腰臀比過高啦 知道這什麼意思嗎 腰臀比過高 也就是說你的這個腹部啊 稍微肥胖啦 什麼 為什麼比我這裡啊 你最近不是 我還好 我還好 對啊 所以類似健康的危機是不是 對 不過說到這個還真的是滿多的女性朋友 上班族大約八成多的人 明明知道膳食纖維很重要 但是吃膳食纖維這些行為 卻是錯誤的 而且大約97%的人 根本搞不清楚要吃多少 才是足夠的喔 那這個該怎麼辦喔 所以你看喔 這個如果根據一個女性上班族 大概以上班10年來講的話呢 這個腰圍啊 足足可以多出 這麼多 這麼多 6吋是12公分耶 上班是15公分 15耶 我早就上班超過10年了耶 是 所以你大概是 你看你以前才18吋 現在你看已經24吋了 還是很瘦啊 還是這麼瘦 18吋是5歲的時候 差不多啦 不過真的吃的量真的很少 像自己仔細想想 搞不好一天看有沒有吃到兩樣 對啊 那這怎麼辦呢 沒有人細數過啦 只論我們吃飽了沒有 但是我先反過來問嘛 膳食纖維 到底對身體好處是什麼 可能很多人都想說 只是排便啊 或什麼而已對不對 不是方柱排便嗎 對 只是這樣嘛 膚淺 膚淺 你敢說老婆膚淺 是啦 我說過這個問題的人膚淺 他還不娶她咧 是啦 就是啦 原來啊 天生一對 真的好 是不是 真正要有內涵的在這邊 來 林醫師 幫我們解釋一下 這個膳食纖維到底好處在哪裡 第一個是吃進腸胃蠕動 對 所以你很快會排掉 對 第二個 它會吸收水分 吸收油脂 甚至吸收毒素 然後儘快地排出去 第三個 裡面還有 像蔬果有刮糖 會讓我們益生性生長 益生性生長 會改善我們的體質 說不定對我們美麗麗也有幫助 對 最後一個 它增加你的保俗感 你不會吃很多 對 你就不會變胖 這最好的 但是在近年 全年 美國有一項研究 38萬8千人 追蹤9年 總共3千多人死亡 吃膳食纖維越多的人 死亡力越低 它可以降低 22%的死亡力 那一天大概這個膳食纖維 有沒有一個基本量 多少 美國心臟科醫學會建議 1000卡熱量 要14公克的 所以2000卡就大概28公克 60公斤的人乘以35 所以叫2100卡 所以叫28公克到30公克 左右 對 那是不是還有分什麼水溶性 還有什麼 對 那個也有差別嗎 那整個加在一起 最好是水溶性佔一部分 非水溶性佔一部分 各有它的好處 是 這我們哪知道 我們是不是 學問這麼大 可是跟你說生命有關 還不只跟生命有關 還不只 但身材也有關 這個對女性是更重要的 因為很重要 剛才大家只是想說 對啊 如果多吃些纖維的時候 可能對減重有幫助 可是有研究發現說 它可能還針對這個腹部脂肪的分佈 還特別有幫助 你怎麼也看來我這邊 我是直接 沒有 我是要看那邊 又不好意思直接看 他就發現了 因為剛才林醫師講的很重要 尤其其中的水溶性纖維的部分 我們現在目前認為水溶性纖維 可能跟我們調整一些 比如包括心血管疾病可能有關 包括你腸道裡面調整你的一些發炎情況 所以他們研究就發現說 當你水溶性纖維一天 如果可以多攝取10克的話 你可以明顯地消除你的大肚腩的問題 所以你看不只是生命 還有身材也跟纖維有關 是喔 問題是怎麼分水溶性 對… 什麼叫水溶性纖維 水溶性纖維就是比較難看到的部分 為什麼 因為通常你看到纖維都以為那是有渣的 除渣的食物 你才覺得那是纖維 可是有些它不是有渣的它一樣 比如說膠類 你記不記得像果膠 寒天嗎 對 類似寒天 或者是像蘋果裡面有蘋果的果膠 或者香蕉你可能會吃到 結果它有骨溜的東西 因為有些東西膠質它就是一種纖維 雖然它一點都不粗 它一樣具有這種效果 所以到底哪些食物裡頭有呢 王老師 其實我們在講膳食纖維 最簡單就是 纖維不水溶的叫粗纖維 就是掃把 就像我們家裡在掃地 那個磁磚縫裡面的那些灰塵 你掃把掃不掉那怎麼辦 那就要靠水溶性的纖維 水溶性纖維 剛才這個肅清講的 糕糕涼涼的 就天然糕糕涼涼 像木耳啦 海藻啦 你看不到那種糕糕涼涼 只要糕糕涼涼 所以那類就比較屬於水溶性 那那一類我把它比喻叫 所以肚子裡面你要有掃把掃乾淨 也要有吸塵器怎樣 把一些殘渣 再把它附著掉 膳食纖維攝取不足的話 身體應該會告訴你某些狀況 對啊 一定就是 像我每次只要三天不大便 不便便 我就像懷孕三個月 我知道 而且皮膚超差 對 而且皮膚會變得很差 會很乾 然後一直冒痘 對 這個是所有女性會這樣 還是只有她比較異類 宇柔你會這樣嗎 你會搭不出來嗎 就是因為其實我算是 一根腸子通到整個人 其實我消化還滿好 但當我有這個狀況發生的時候 我發現我皮膚會變不好 對 就是會變很粗糙 就是你在上乳液什麼 就要推保養肌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點推不開 就是怎麼 我明明昨天才去角質啊 怎麼還是沒辦法洗手 對 就還滿明顯的 那客帆哥咧 男生的感覺 男生會這樣嗎 我自己在大便的時候 我都會檢查一下 我都會看看 回頭看看有沒有 perfect的那個 黃金比例 有沒有 因為我有一個損友叫小鐘 他每次都帶我去吃一些吃到飽 吃到飽你要划算的話 我們吃牛肉就會一直多吃 對 肉 海鮮 對 因為菜便宜嘛 對 然後頂多就是多吃一點蝦子 燙蝦子來吃 根本青菜吃三片都了不起了 對 可是每次跟他吃完以後呢 隔天 就變得很硬 當下我都覺得 我的那個腸子快長息肉了 對 就那個時候我就會想說 到底我該吃些什麼 剛剛描述這樣子的一個特徵來講的話 是不是真的 的確就是膳食纖維不足呢 當然沒有錯 如果這個柯帆哥 那個很好的習慣 一定要回頭看一下 上完大號要看一下 對 看一下 如果你纖維不夠 你肉吃太多 你會發現第一 一個它會沉 它比重比較重 所以馬腿那便便就會沉到底 對 對 會沉到水底 再來一個 如果你膳食纖維吃太多 像有的 你說我這個為了拼命 這個今天要健康一點 要把這個鍍南 整天都吃蔬菜水果沙拉 你會發現 你大出來會浮在上面 而且會散掉 最好的大便 當然沒有錯 大家都知道 你看過 最好的 對 就表示你身體 膳食纖維充足 乳酸菌也充足 整個腸道都很健康的大便 就是你可以回想到 那個小朋友 就是黃金 剛才講的黃金色沒有錯 就像香蕉一樣 一整條很成形 載浮載塵 不會塵到底 也不會浮到挺 它就是在那裡載不載塵 就剛剛好 對 那個這樣 表示你的整個身體 腸道的狀況是非常好 那皮膚的表現呢 或是其他 還會有什麼特徵嗎 對 皮膚表現 那如果你纖維不夠 最直接就是便祕嘛 便祕你的血液就會混濁嘛 再來一個你的口氣 口氣一定會不好 臭臭氣 你的便祕再久的話 當然你的皮膚膚色 因為血液髒 皮膚當然就會不好 這是最直接 那當然還有一個就是 你可能會感覺乾燥 口乾舌燥 眼睛乾燥這些 那內在看不到 可能你的血液循環會不好 你的血液的酸鹼質也會改變 所以這當然是慢性 我們講 所以三高慢慢這種 所以慢性病 基本上都跟這個有關係 真的這樣長久下來 如果都攝取不足的話 會有什麼嚴重的後果呢 腳攝取不足的話 我們最擔心就是癌症 大腸癌 這麼嚴重 因為你腥微少 大腸吸收就會多 對 所以大腸癌 還有女孩子的乳癌 啊 乳癌 為什麼 跟乳癌 高油脂食物裡面 含有很多環境荷爾蒙 環境荷爾蒙 很多是脂溶性的 對 所以你的乳癌風險會增加 那如果一般肚子 如果也是游泳圈這樣子 那這邊的脂肪也很平衡 對 心臟血管疾病也增加 也是 哎唷呀 了解 對 所以剛剛說降低死亡力 是降低癌症 跟心臟血管的死亡力 兩個都有 所以幾乎是現在 健康的頭號殺手 對 心臟病的癌症 十大十一因之類的 對不對 而且真的也不用太長期 因為只要稍微一段時間 就足以達到這樣的影響 因為之前有那個 聯合的健檢診所 他們就開始去分析 他們一些健檢資料 就發現 以36歲到45歲 這群上班族來講 這很輕輕中年 也沒有年紀很大 可是他們已經有四成 有那種膽固醇不正常的情況 壞膽固醇明顯過高 然後就推測說 這群人為什麼才40多歲 年紀輕輕 壞膽固醇就這麼高 就發現他們普遍纖維量 攝取不足 因為剛剛就講到 纖維它其實以前都以為 只有清腸道 只跟便秘 可是纖維尤其像水溶性纖維 跟你的心血管健康 真的有很大的關係 對 然後長期攝取不足的情況下 就是壞膽固醇第一個就出來 就跑出來 竟然又跟膽固醇有關 有關係 環環相扣 還以為只有一個排便 不是 真的不解 還不解 好 那我們今天再深入來聊一下 這個膳食纖維 有關膳食纖維的第一個迷思 要來考好大家 食物吃起來的感覺越粗粗的 是不是膳食纖維的含量就越高呢 圈插牌 請選擇 全部都是圈 對 一定的 真的 老師笑得好得意喔 為什麼 不是 你看老師在上場 想把他的桌子開給大家吃 他也吃了 纖維最多 纖維最多就是那種臭米啦 芹菜啦 是不是都很難咬 對 都很硬 蒟蒻也很硬啊 有常吃這些東西嗎 常吃啊 因為我之前就是我排便不睡 小孩排便也不睡 那我就想說 家裡人家跟我說 糙米的那個纖維成分是最高的 所以我就全部都煮糙米 我都不加白米 那一鍋很精彩 不要說這個 同一個食物 比如說一個蘿蔔 一個白蘿蔔 大的蘿蔔 它的膳食纖維一定比小的蘿蔔多 所以要吃大蘿蔔 是嗎 這個道理 不是比較粗嗎 是這樣嗎 小的都吃幾根不是一樣 他現在的意思是 他是說體脆粗 所以裡面體內的纖維也變粗了 是這個意思 所以如果有 我回娘家的時候 我媽媽都會煮一整桌很粗糙的 膳食纖維大餐 比如說那個一整鍋的地瓜湯 裡面地瓜都沒有肉 都是那個頭 是一碗豆類 它有十公克的膳食纖維 你一碗燥米飯很粗糙 但是只有三公克 肺子屬於汗疹 有時候你如果抓傷的時候 會引發到那種蜂窩性肚子炎 好嚴重 對嚴重 如果說你發汗發很多的情況之下 因為那個水分呢 會使得你最外層的角質層會膨脹 它就開始不舒服 它就開始過敏了 那你如果再弄肺子的下 今天下午六點 超市實在有健康 女人現身大爆料 讓張維中就到最高點 爸媽貪小便宜 殺價退貨很丟臉 這種事情我都從來不做的 我告訴你 他就买了東西 然後一直問說 丟臉 起碼說大話 究竟是說了什麼 讓張維中超級丟臉 您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請你跟我講過 是說體息粗 所以裡面體內的纖維也變粗了 是這個意思 所以如果有竹筍跟竹子 就要吃竹子 竹子的膳食纖維多少 對 只要啃得下去 我又不是牛 對 熊貓不會便秘 熊貓會啃竹子 喂 你是專家 不要餐活在這邊打鼻 對 是誤導嗎 所以就很勾這個 所以那時候整鍋的糙米飯 吃的有幫助嗎 我跟你講 吃不下 因為好硬喔 我根本不想吃 小孩就說 媽媽為什麼我們家的白蜜 變得像石頭一樣硬 咬不斷 咬不爛 那天我很信心 我剛好人沒回來 很信心 要聽話小孩子答應 看到真的不好吃 都是超米飯 壓一半我都不愛吃 不是 它不會弄 因為它那個可能要稍微 泡過水或什麼 要有比例啦 對啊 來 雨柔 我覺得我今天坐在這很慚愧 你知道嗎 就是雖然就我不知道 那個膳食纖維食物有多少 或者是它正確哪個食物裡面擁有 但是像我基本上知道 比如說芹菜之類的那種蔬菜 我就是不喜歡吃 就我就不喜歡吃蔬菜 我就喜歡吃肉 可是我就是便秘造成 我就會覺得 我還是要這樣吃 所以妳是不得不 我就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覺得它味道很噁心 我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像我之前開那個盲腸 然後醫生就是要那個 腸胃乳動快一點什麼的 然後那個餐送來 它就是什麼蘿蔔 然後又是芹菜又什麼 我整盤不吃耶 我就是沒有辦法 太過分了身材這麼好 有天理嗎 每天理 你老的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今天想說就是要來知道 就是有哪些還有哪些食物 就是可以讓我們去加 所以妳這完全是自己隨便瞎猜的 對 來來來 Q媽 等一下我們家小孩子便秘的時候 因為不能給他吃陳藥 所以我就去買那個澳洲的燕麥片 因為那個也是很粗糙的食物 對 所以就給他吃 吃了一次馬上就可以解變 很厲害 可是連吃了好幾天 就開始拉肚子 對 太多量是不是 他是不是吃太多了 對他就每天都吃一碗一碗一碗 然後後來就變拉肚子 知道是不是就纖維太多 不曉得 那待會兒可以問一下 來 漢可媽 我回娘家的時候 我媽媽都會煮一整桌很粗糙的 都是那個頭 最好是 還有更過分的是 妳媽媽是希望妳趕快走 妳也照吃 妳媽是說 比較損 妳媽是說嫁人還回家吃媽媽 有這麼損嗎 還有那個沙拉涼水 應該吃起來是很嫩的 它下面那一層硬皮 它就故意只有去一點點髒髒的部分 就像我們要吃那個硬硬的部分 我說我們娘家有沒有這麼可憐 我可以點點家菜錢 她說你懂什麼 就是天然的膳食纖維 唉唷 為了妳好啊 真的耶 這蠻懂的 可是吞不進去啊 那大家針對這個部分都舉圈 實際上正確的解答是什麼呢 來 黎醫師 其實夜粗糙的 應該是說 那也是對嘛 對 但是你水溶性 有時候佔很大比例 像我們吃一碗豆類 它有10公克的膳食纖維 你一碗糙米飯很粗糙 但是只有三公克 蛤 它煮了整鍋才三公克啊 所以不是越粗的越多 一碗吧 一碗三公克 那你一天要攝取大概30公克 你要吃10碗糙米飯 對 不是要夾太多 而且一碗豆類 紅豆 綠豆 黃豆 很軟 很好吃 一碗就10公克 所以不是越粗的越好 為什麼 就還有些東西 你一點都不感覺它粗 可是事實上它的膳食纖維很多 比如說藻類 藻類 海藻 比如說紫菜 紫菜 髮菜 洋菜 它是有點咯咯的 它一點都不粗 它裡面的纖維可多了 它100公克裡面 甚至有十幾克的都有 那我請問一下 那剛剛漢可媽說 媽媽都煮這個地瓜的頭 煮什麼地瓜 很粗的地方 那種纖維是不是也特高 那是灰水溶性 很粗糙的 但是要小心 那種纖維會塞住 老人家腸胃蠕動不好 所以你吃那麼粗的話 有時候會造成困擾 老人家跟有一些 比如說你腸胃到 有開過刀或幹嘛 它有時候本來它的沾黏 就有一點點的情況 之前就有一個人 他就這樣 他年輕的時候可能是溜冰 然後受傷 所以有開過刀 腸胃本來就稍微有一點點 不是那麼順暢 所以大家都會教他說 你腸胃不順暢 你就要多吃高鮮的 那高鮮不就是把它刷過去 就OK了嗎 所以他就很認真的吃高鮮 有一天就覺得肚子痛得要死 痛得要死 就送去醫院 他所有的高鮮都剛好塞在他那個 他本來已經有一點的腸狹窄 因為有開過刀 然後你又吃很多高鮮 蠕動不好 全部的酒在那邊 然後整個腮組變腸阻塞 天啊 然後醫生就說 事實上就像剛才林醫師講的 年紀大的 那種咀嚼功能很差 腸胃刀功能也很差的 跟這種你腸胃刀 可能有開過刀或什麼的 你可能要適度 不能說我就個拼命高鮮 而且要配合大量的瘦 或者是比較水溶性的 纖維會比較好一點吧 而且要油少變多 對 老師老師 那因為他不是說 蔬果的那個纖維很高嗎 那有沒有水果是 我們就以為很多 但是其實他沒有 對 像水果類的土拔蠟 土拔蠟這麼高 土拔蠟這麼高 土拔蠟比較硬 土拔蠟比較硬 跟泰國拔蠟不一樣 所以泰國拔蠟就比較少 對 你看每100公克裡面 它有5公克 那它有3公克 你看奇異果有2.4耶 這奇異果吃起來 我們把皮削掉 吃起來也沒有感覺 它有2.4對不對 你看鳳梨才多少 1.4耶 這好重要喔 香蕉有1.6 所以我的題目是香蕉比較高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像木瓜也是軟軟的 木瓜也是比鳳梨多 對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 你吃那個地瓜頭就會很多 不一定會掉 我覺得這個超好的 因為有的人就會想說 鳳梨的那個纖維很高 然後就一直吃到嘴巴破 對 沒有錯 所以你看 柳丁 木瓜 香蕉 水梨 再來聖女番茄 才來才是鳳梨 我有一個疑問就是 它這個跟我們飲食習慣有很多的關係 我們平常不吃水果的人 吃一樣水果就了不起了 那到底要吃多少才有28克 其實28克是一天的總盒 對啊 所以你不要 昌平剛才講 你不能說吃白吃到沒有我要吃10碗 但你不可能一天只吃超多 你有吃蔬菜水果 你還有吃麥片 還有吃其他的海藻類菇類 這些夾種起來其實28克 其實青菜一碗就是5公克 對 青菜一碗5公克 一天起碼要3碗 你一餐最少一碗 他說要28克 對 如果你晚餐加中餐各一碗 對 就10公克了 然後再加飯 還有水果 水果 還有其他的 吃一碗豆 還是說豆類的 豆漿不要炸不要瀝掉 對 蔬菜類大家看一下 你看洋菜 就這個 各位都做過果凍吧 對 這個做果凍那個洋菜條 或洋菜粉 你把它煮開了 加一點果汁就變成果凍 對 你看它100公克有多少 73.6 哇 這麼高 非常高 但是 吃外面的果凍就好啦 因為它不會那麼多量 這是乾的 對啊 所以這個 這樣多重 這樣才80公克 你不可能吃這麼多 就泡起來 泡起來一大桶耶 沒有錯 其實這個東西會吸水 所以如果你這種纖維 水溶性纖維 重點就是要吃對 之前也有人吃錯 很多人流行吃什麼纖維粉 治便秘或者是 這個飽足感減肥對不對 但是它如果你吸水吸不夠 你吃進去 它吸你身上的水把它黏住 對 就像之前有那個媽媽 他就想說他的小朋友便秘 就用很多那個蘋果泥 他心裡就想蘋果泥 也是有很多纖維 粗粗的應該很好 就你知道小孩多可憐 本來已經便秘了 又吃很多蘋果泥 就整個塞住 後來就鋼裂 鋼裂 鋼裂 所以這東西雖然纖維很多 但是你的水分一定要夠 剛才李醫師有提到 所以現在你看 海帶類你看 再來牛磅 我都知道牛磅很多 再來是木耳 你看 我們常常講木耳黑貨白貨 打成泥不稠的 這個優勢 再來香菇 海帶 你看地瓜 再跟芹菜 芹菜才多少 芹菜跟芹菜後面 芹菜這麼粗 這麼低 對 大概差接近一半 大概一半 這做餐還毛起來 一直吃芹菜的時候 對啊 到了 所以這個就是要給大家一個 糾正一個錯誤的觀念 不要再以為這樣粗粗在補 就有很多心 那王老師請教一下 綠蔬菜類的方向來講 對 根莖類像什麼地瓜馬鈴薯 跟葉菜類 對 是根莖類的膳食性微比較多嗎 對 普遍來講 根莖類 那如果葉菜類的話是 筋梗比葉子還要多 對不對 我們這樣簡單分可以這樣講 那你看喔 你要注意海藻類會比較多 再來是香菇類 香菇類 有沒有 再來才是這個 才是根莖類 這我的飲食習慣才多 還是葉菜類 我一定會叫空心菜加切一個海帶 什麼 配酒的 對啊 對啊 可以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蘇菁姐 就是有沒有什麼食物啊 CP值是膳食纖維最高 最值得吃 而且便宜 每天都可以吃 它為了追求口感 對 所以它真的不敢用太多的鮮肉 真的假的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很奧妙的產品 就是說呢 它先把渣滤掉 因為老實說 如果你們自己加磨豆漿不去渣的話 它就是一個非常豐富的 膳食纖維的產品 它就有這麼多 它就有10公克 可是這類的產品是怎樣 我先把天然的炸濾掉 對 濾掉之後沒有纖維了 再加其他東西 再加點人工的所謂的高鮮定品 03年超市 請你跟我這樣過 要跟你拼了 拼飲食拼簡中 拼兩性拼愛美拼保養 拼居家拼親子 拼兒童拼無毒拼運動 拼理財拼資訊 拼生活拼好康 還要拼有感 什麼有感 健康有感 話題有感 女生有感 爸媽有感 看節目有感 上網當粉絲團也會有感 只要有事沒事 打開電視 讓你變得超級有感 請你跟我這樣過 有沒有什麼食物啊 CP值是膳食纖維最高 最值得吃 而且便宜 每天都可以吃 我覺得如果以台灣人的飲食習慣來講 我推薦的就是地瓜葉 地瓜葉 它其實沒有在這上面 可是它其實也是排行非常前面的 因為便宜 我記得它100公克應該有6到6 3.1 3.1 所以是很中間 已經是芹菜的兩倍了 一般蔬菜大概就有一點多 但是它可以到2 你看你吃高麗菜 高麗菜也有一點多而已 可是地瓜葉可以到3點多 所以地瓜葉相對於其他蔬菜來講 它的膳食纖維是很高的 另外推薦是胡蘿蔔 胡蘿蔔 因為胡蘿蔔也滿高的 胡蘿蔔其實它100公克有到2點多 比你剛才的什麼芹菜 什麼竹筍都來得高 煮過跟生吃的都是一樣多嗎 茄紅素它煮熟了之後 它的吸收率比較好 可是沒有煮的時候 你可以吃到維他命C 所以其實是兩種 看你要什麼 男生的話你可以煮熟 因為茄紅素應該對一些攝護性 也會有幫助 攝護性 女生我覺得你就生吃吧 因為那個維他命C 各般的問題可能是以纖維 對不對 纖維煮跟不煮是一樣 沒有差別 會不會再口感 那水溶性會不會煮一煮 因為玉水在湯裡面 就全部不見了 沒有 就像我們熬木耳湯一樣 你不熬它不會勾出來 你熬久了它勾 那就表示水溶性纖維有溶出來 讓你看到 所以時間不要太長就還好 所以一般加熱跟纖維 等於講不會說加熱就變少 不會 但是它的結構可能會比較鬆散 你可能比較好入口 OK 所以剛剛我們這個迷思一下 就清楚了對不對 再來考驗大家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多吃一些標榜高鮮的食品 是不是也能夠補充到 所謂的這個膳食纖維 能夠滿足我們每天的需求量呢 有高鮮兩個字打在上面 好不好 圈插牌請選擇 來 八個 這個是送分題還是陷阱題 高鮮呢 剛剛已經講過 有脂溶性跟水溶性 對 對不對 而且它高鮮 對 高鮮 對 你不這樣寫 你怎麼會買呢 那東西那麼難吃 我認為那個是誘惑你的字眼而已 就是誘惑 所以它不會有高鮮在裡面嗎 對 就是它的高的 寫出來 它的高是它認為的高 它只有第一鮮而已 並不是直接是它是高 而且我覺得食物還是原來的樣子的 那個纖維是最多的 那亞蘭的邏輯一樣 我個人覺得高鮮的東西 它雖然標榜高鮮 我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有高鮮 但是問題是你啃不下去 你有沒有發現所有的高鮮的東西 譬如說蒟蒻 有的好硬 因為我就想說蒟蒻 人家說高鮮嘛 那我想說減肥又可以保足感 又沒有熱量 對 又沒有熱量 結果咬到我嘴巴 都快要變骨字臉了 很硬 很硬 對 然後高鮮的餅乾 也特別硬 特別乾 你根本就吃不多 所以比較硬啊 問題是你吃不多 沒有辦法滿足攝取量 對 然後結果害我又吃宵夜 我本來是想說可以到晚上的 吃宵夜乾那什麼事啊 你現在是用抱負的心態 給它打擦是不是 不是 因為它就是吃不飽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增加飽足感 所以我就會吃宵夜 雅燕姐 我跟你講 那種高鮮的餅乾 雖然比較硬對不對 很硬耶 你可以吃 然後你可以喝水 它可以幫助你消化 對啊 可是你不可以光吃那個餅乾而已 可是好硬 我的假牙會壞掉 喂 還是個人意思 不好意思 這個我一定要支持它 因為花了一百萬 真的 因為我很挑食 就我本人很挑食 我就覺得一定要社群 因為有時候就是如果發生什麼狀況的話 我還是不吃心態 那我就會可能會去買一些什麼膠囊啊 或者是那種標榜有高鮮的餅乾 我覺得 因為我平常工作 有效嗎 所以妳支持 我覺得還滿有效的 所以妳現在帶的那個也是高鮮嗎 都是高鮮啊 高鮮的膠囊 等一下 等一下 它敢標榜你不敢吃嗎 到底標榜高鮮 是不是真的纖維就比較高 其實不盡然 不盡然喔 對啊 所以它為了追求口感 對 所以它真的不敢用太多的纖維 真的假的 所以它是要妳好吃啊 對 要不然它賣不出去啊 對 你看那一罐多少纖維 它是高鮮豆漿 它多少纖維 高鮮豆漿耶 而且低糖高鮮豆漿 還有無糖 它纖維值多少 每一份有1.8公克 這裡面含有5份 所以乘以5 就9公克 膳食纖維 9公克 這樣算不錯是不是 這樣其實它可能有添加 但是一碗豆 差不多200公克 它就有10公克的淡式纖維 喔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很奧妙的產品 就是說它先把渣綠掉 因為老實說 如果你們自己加磨豆漿不去渣的話 它就是一個非常豐富的淡式纖維的產品 它就有這麼多 它就有10公克 可是這類的產品是怎樣 我先把天然的渣綠掉 對 綠掉之後沒有纖維囉 再加其他東西 再加點人工的所謂的高鮮 這些高鮮就是所謂那些去胡筋之類 賣胡筋之類吧 那那個是好的嗎 胡筋賣胡怎麼會好 其實它比起本來的豆渣是來得不好的 因為豆渣裡面還有很多營養分 對 所以它添加這個胡筋 胡筋就是不好的東西 你看你來一瓶幾CC 450 對啊 將近500CC才10公克 9公克 對 9公克 你一碗豆200CC 就10公克 對啊 那等於如果一樣的分量 就至少有20公克 對啊 所以我們自己如果自己打豆漿 之前我們有教大家 那就是高高鮮豆漿 等於豆子 不要綠渣的豆漿有沒有 對 你喝起來跟綠過渣的 那個纖維大概也差 差在五倍 你有綠掉跟不綠掉會差五倍 這很誇張 他已經講無糖囉 每100毫升還有40大卡 每100毫升 每100毫升 有啦 蛋白質的熱量 可是我想請問一下專家 他這裡裡面有寫一個 橘具纖維 是什麼 那也是他家的纖維 那也就是纖維 另外添加的纖維 那那個纖維是好的嗎 那個纖維就是純粹纖維 純粹 那OK啊 如果他不是像你 是壓克力裡面加出來 銷出來 銷出來 我們叫做人工纖維 工廠有可能專門在銷壓克力 對啊 好啦 好 那就比 那就比你的娘家還要狠了 其實 他像一個橘具 或許他涉及纖維以後 其他都不留了 但是他或許這個植物 還有很寶貴的抗氧化成分 你根本沒吃到 其他好處都沒了 對 你主要講的是一個 全食物的營養的概念 對 不應該只拿出某一個 單獨的纖維 因為纖維是沒有營養的 但如果真的平常 纖維攝取 不管是時間或任何的因素 所以我選擇用喝這樣的東西 是可以的嗎 對 當然如果是外食足 今天你要吃一個便當 你要配一個飲料 當然這個可能會比你 你配那種含糖或者是汽水 對 你要來比這當然是來得好 所以他無糖 他可能纖維也 你如果一個汽水來講 可能沒有纖維的 對 那是純熱量 長期下來健康可能不如理想 對 在豆類 他就除了纖維質以外 很多抗氧化的 很多抗癌的成分在裡面 在五穀雜糧裡面 除了纖維以外 他很多微量元素 對 很多你攝取不到的東西 所以你這樣才會健康 那除非你吃別的東西 你補充到了這些必須要的營養 對 不然就可惜了 但是你習慣了 吃了就飽了 對 所以最近便利店他們也想到 以前都是這種包裝 他們現在那個冷食區 還有那個什麼 全什麼家什麼的 真的就有那個 唱青菜對不對 這樣子聽不出來嗎 你不要再講完了 來什麼什麼 而且我已經買地瓜買到 我已經買地瓜買到 我知道哪一家比較好吃 對 真的 真的 那克盤你有沒有剝皮 你吃那個地瓜有沒有剝皮 當然要剝 皮不剝 不是 他現在的意思是說你剝掉了 那皮不要丟 拿給汗殼嗎吃 可是吃頭 不是吃頭 頭才是豬吃 地瓜皮可以吃 對 跟大家講 其實很多的膳食纖維 所謂的膳食纖維 都是在果皮 或種子的膚皮上面 真的 就像我們剛才在討論那麼多糙米 糙米有100公克 一碗可能有3點多公克 但是你打掉膚皮 變白米 大概只有0.4 所以纖維都在哪裡 都在那個膚皮上面 了解 雅蘭姐以後吃香蕉 就不要剝皮 這樣不回事啦 那有些外國的燕麥棒 它其實那個脂肪比例之前去測 發現非常非常的高 他們號稱說那個 吃下一根燕麥飯 等於什麼 燕麥飯 他說等於吃半碗飯 再淋上一湯匙以上的油 那你看那個東西 有多少大卡 我懷疑他剛才說400多 好多的 每100公克有490大卡 好好是每100公克有490大卡 太誇張喔 也就是說你這樣 你不如去吃一個便當 到的博士智利大餅品 腎上肌肉增加 應該是會降低 腎上肌肉的感覺 腦的系統跟腎的系統 也沒有什麼相關 所以最相關的就是 他身上很奇怪 身上都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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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間十點超市 金頭腦 你超市要注意一下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群女跟我這樣過 所以纖維都在哪裡 都在那個膚皮上 好 雅蘭姐 以後吃香蕉就不要剝皮 這樣不行 這樣兩回事 吃西瓜也不要剝皮 西瓜可以剝皮嗎 一下子 那妳吃榴槤怎麼辦 鳳梨妳不剝皮 吃吃看 不行 不是賞席肉而已 直接都是流 我剛剛流 好啦 大家冷靜 好不好 可是沒有 該剝的還是要剝的 來來來 除了說這些所謂的高鮮產品 它其實有時候是人工添加 這些所謂的纖維之外 還有一些問題 一些陷阱 比如說剛才那個 宇柔那個東西的陷阱就是 你會發現 它熱量很高對不對 對啊 但是高鮮很多人以為 是高鮮等於低熱量 對 可是事實上很多產品 高鮮不等於低熱量 因為我們剛才是不是 林醫師一開宗名義就是說 我們是什麼樣的 才是好的纖維攝取的比例 第一是1000大卡裡面 應該要有14克對不對 對 那你看那個東西有多少大卡 我懷疑 它剛才說400多 它是400多吧 每100公克有490大卡 好好是每100公克有490 很誇張喔 也就是說你這樣 你不如去吃個便當 對啊 就是你看它再高鮮量 高不了多少 就等於說它1000大卡裡面的鮮 是一點點而已 所以第一個你一定要看到那個 它的熱量跟它纖維的比例 不要被它騙了 像以前有人流行你知道什麼 那種燕麥棒有沒有 然後燕麥棒有些是標榜減重的 它通常是做大豆比較多的那種 那有些外國的燕麥棒 它其實那個脂肪比例之前去測 發現非常非常的高 他們號稱說那個 吃下一根燕麥棒等於什麼 燕麥棒 他說等於吃半碗飯再淋上 一湯匙以上的油 一湯匙 一湯匙的什麼 油 而且你知道它都會用糖 把它凝聚在一起 所以很甜 所以它就是一個高糖高油 但看起來高鮮的 沒有加工的食品是稍微好一點的嗎 比較推薦的嗎 但是不加工之後要注意就是說 可能要注意說第一個要多喝水 因為有一陣子女生超流行吃高鮮 因為除了甚至有一些減肥的藥 還會配高鮮給你 就配那種洋車前子的殼 結果之前很多女生一吃天啊 完全超級便秘 就因為她非常非常非常會吸水 所以第一個是要搭配大量的水 第二個部分是呢 有些人習慣把所有的營養成分加在一起 高鮮高鈣高鐵高什麼混在一起吃 不就好像一次 李醫師不是說全營養嗎 我就把它混在一起這樣就可以 結果沒有 之前有一個女生她就超愛吃高鮮 後來有一陣子就發現 她怎麼貧血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後來就發現她應該不通 她都把貨在一起吃 結果她說那些東西會影響 包括鐵或鈣的吸收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在補充的人 你要把它稍微分開來吃 稍微分開來 可是怎麼樣可以有高鮮又好吃的食物呢 不然這樣子我們今天現場動手做 真的假的 真的高鮮又安全又好吃的 好不好 來王老師 現在我們當地的潤水果非常豐富 好吃又很甜 大家知道蘋果真的果膠很多 我們剛才有提到一個重點 我們自己做這個果醬的時候 最一定要留皮 因為皮的果膠最多 但是要洗乾淨 對 留皮又擔心對不對 所以一樣 我們之前也教過大家 洗這個小蔬茶粉搓一搓 泡個15分鐘 再用你吃完檸檬汁的檸檬皮 稍微把它搓一搓 這樣至少可以降低很多的危害 另外我們準備好這個葡萄 我大概建議大家可以用兩串 反正一次做 我們就把它稍微切開 要去嗎 對 只要去掉 這個只要去掉 只把它去掉以後 它會有點苦有時候 對 不能留紙 油紙還有口感不好 好 因為高鮮不是在紙 高鮮是在這個皮 可是紙不是或者吃 葡萄紙 或者是說它的鮮味不是也很好 那你這邊送錢起來 沒有錯 對 你們吃肉 我吃紙 兩次才剛好吃一把 但是如果真的要吃紙 你這個要去用烤箱烤一下 對 然後加點胡椒鹽 好吃嗎 我第一次聽到 我一輩子沒吃過葡萄的皮 真的嗎 怎麼可能 葡萄葡萄都吃土葡萄皮 對 吃葡萄葡萄皮 貴妃都是人家弄好的 真的啊 我們用 像你剛剛叫我吃那個地瓜皮 我簡直就是匪夷所思 那等一下 等一下挑戰克帆哥一下 等一下你吃吃看 是不是用葡萄皮做的果醬 好 來 我們把它這樣處理一下 把它處理好以後 然後 就洗乾淨處理好以後 我們就把它用果汁機 把這個連這個皮 一起用果汁把它打碎 好 就這樣 就變這樣 打碎要加水嘛對不對 加一點點 加一點點只要能夠 幫刀打得動就可以 那打到醬 你會發現其實它就有膠質 對 它就會勾勾 不用再加糖 要 我們就是用醬 因為我們現場沒有辦法熬 那個時間要比較久 所以我們就會加一點點這個 冰糖 或者還有加一點寡糖 寡糖剛才有提到 它就比較不會太甜 那當然這個比例 就是各位你去加的時候 你自己吃吃看那個甜度 那你就熬的過程裡面 我會加兩個 你隨手都可以買到 這種所謂的洋菜粉 好 對 你可以在熬的過程當中 因為一般外面的果醬 都是加明膠比較多 對 明膠是有的是動物性 你吃素的人不可以吃 都是那種提筋去熬 那一般我會建議大家 就是用纖維粉 鮮維粉 像什麼羊車錢紙啊 什麼亞麻人質粉都可以 只要那種 抹起來腎子纖維粉很多的 那到底是要加哪一個 這兩種有一個差別 你做果凍的要加熱 一般都知道 做果凍你一定要把水 煮到80度以上 它才會結凍 對 那這種所謂的種子的纖維粉 就不用加熱 就像我現場剛才泡在這裡面 真的 這就是水溶性纖維 所以這個是加的是 對 這個是纖維粉 那這個是纖維 這個是羊車錢紙 或者是亞麻人質粉都可以加 那你就在加熱的過程 假設我們是模擬在加熱對不對 那你就適度的把它加進去 而且像這樣要泡過水喔 要慢慢加嗎 你先泡過水 它就不會吸太多水 那你在加的過程裡面 你就慢慢攪拌 讓它稍微滾起來 對 稍微小火滾了以後 其實你就可以關火了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判斷 它這個濃稠度 大概就是你要的濃稠度 就像我現在 我這個已經做好以後 我就把它倒在這個乾淨的玻璃瓶 你就可以放在家裡面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完成了 這自己做的喔 自己做的果酵 這是我昨天效果 然後就可以像這樣 為什麼這個是草莓啊 這個是我用小紅莓 小紅莓 那這一個是用 剛才講用葡萄 用小紅莓 那個顏色會變這個顏色 對 那這個就是比較紫色的 這是葡萄 對 那我們就可以塗在這個 真的跟那個葡萄果醬好像 很像 對 很漂亮喔 而且很香 這一樣有皮喔 對 會有皮 來 柯帆哥 有皮 常會有這個顏色 你品嘗看看 真的沒有吃過它那個皮耶 對啊 這能吃嗎 這人吃的嗎 這個是外面買不到的耶 對 剩下的袋子 感覺好像很好吃 怎麼樣 你外面的那個還好吃耶 真的喔 可是光看果醬感覺沒有皮耶 對啊 你把它打碎 而且熬過之後 它那個花 那個所謂花青樹脂 才會跑出來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對 很甜耶 一般呢 各位在吃這個白吐司 是很沒有纖維的 所以你要搭配這個高鮮的這個 果醬 這樣你吃了才會滿好吃的 所以外面的那個葡萄果醬 都好甜喔 對 那就是 對 一般都會這樣 這也沒有不甜耶 這口感很接近耶 口感很接近 對 這沒有不甜 這沒有很甜 還有一個你看 這個小紅莓的顏色非常天然 一般外面不可能這麼紅的 都會用色素 對不對 所以一般如果你在做果醬 如果你想要染色 你可以用一點這個小紅莓 它就天然的紅非常漂亮 沖一下膳食纖維 真的酸甘甜 對 好好吃喔 酸甜酸甜這個最好吃 真的很好吃 自己可以做果醬 真的滿酷的 還可以搭配什麼 早上如果你還吃這個 還搭配一杯飲料對不對 對 其實你把它挖起來 就在紅茶裡面 對 就變果茶了 這種行為我以為 只有在珍善梅的電影裡面 打造一個高鮮便當 真的有這麼難嗎 想吃得健康又安心 廣告回來 繼續請你跟我這樣過 您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請你跟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但是說我自己做果醬 不要放太久 對 要冰冰箱 這一定要放在冷藏 大概 今天我自己在家這樣做 大概三個月沒問題 冷藏 真的喔 但是這個玻璃瓶 你是要再先消毒過 對 如果你要對 要熱水燙過 對 把它瀝乾以後才可以加 一定要用熱拆水燙過 像煮奶瓶一樣 這樣的話 相對它就放比較久 那有沒有還有什麼其他的水果 其實大部分的水果都可以 都可以 只是你自己喜歡的口感 那我今天挑這個都是 像如果你要用鳳梨果這樣對不對 你用鳳梨你要加蘋果 蘋果 因為蘋果果叫比較多 所以我都會用蘋果當底 去加各種水果 了解 但是這個蘋果的皮 一定要留住 這樣的話它的口感會更好 好 謝謝王老師 謝謝 謝謝 不過如果很多人擔心說 這樣子我們吃的膳食纖維 到底夠不夠 對 那可不可以說林醫師 我們這個吃得越多 膳食纖維就無止盡管它 不止盡 我們身體的腸胃功能又很好 身體又健康 可以這樣嗎 其實不能這樣子 不能喔 吃太多 你可能會腸阻塞 所以實際上 你本身的話要適量 而且你外面要多喝水 要多運動 很多人是不適合吃高鮮的 像腸子有開刀的人 腸躁症的人 解不出來更痛苦 對 還有老人家 老人家 對啊 那些 而且真的你要吃高鮮 要慢慢加 對 不要想突然想到了 今天看了節目趕快 吃很多 跑起來補 今天看 今天吃明天就便秘 立即見秀 補太多 可是擔心便秘 但為什麼也有 他們剛剛說吃燕麥 反而會拉肚子 對啊為什麼 有嗎 其實那個可能 是吃太多嗎 水分的關係 所以它水分吸收都大便就會軟 一定不是說不成型的 我想應該是成型的 或者是說燕麥吃了 但是有沒有讓它攝取足夠的水分 對 這是重點 水分很重要 而且運動也很重要 了解 你假如加上運動 當然就很動腸 那像蘇欣有聽過 怎麼攝取太多 結果導致嚴重的案例嗎 其實還蠻常見的 比如說之前就有一個人 它其實是有潛在的叫做大腸的 還不是腸躁症而已 它其實是有那種 自體的免疫疾病 它的大腸會自己發炎 對 然後就是甚至比較嚴重 小腸那邊也會開始有 類似小潰瘍那樣 那一開始都以為 自己應該是消化不良 吃的東西太辣太鹹幹嘛 他想說那就吃清淡 搭配一些高鮮的 反正可以抗氧化 他就持續用高鮮 結果吃高鮮反而更慘 他整個篩住 因為他說 醫生說他其實的腸道裡面 就類似有很多小破皮 結果他用一大堆高鮮 就一直去刺激他 他痛得要死 他痛到怎麼樣 他那次是被送到醫院急診 因為他說痛到快死掉 然後打119 打119之後 他趕快想說 趕快我要拿錢包出去 準備要去醫院 結果開到門口想說 要跟鄰居講一下 我要出門了 結果他按了鄰居的電鈴 他就昏倒在鄰居家門口 太痛了 天啊 然後整個載回去才發現 他本來腸道就有問題 他不應該吃那麼多高鮮 去吃 然後鄰居這樣醒過來 還煮了一碗燕 你就跟你說 雪上加霜 你吃一碗好了 有這麼慘 不過如果真的在外頭 特別是外食族 我們之前就說那個便當 其實問題蠻多對不對 那當然有什麼問題 有啊 之前說什麼高鈉 我剛剛還吃了兩個 對不對 吃兩個 因為很多搞不清楚 他營養成分啊 鹽啊 熱量也高 對啊 可是不只如此 可能連膳食纖維的含量 大家好像也搞不太清楚 對 王老師 所以我們現在在呼籲大家 這個所謂的 要實行這個我的健康餐盤有沒有 所以我們希望把它四等份分 最少 對 就是說四分之一的蔬菜 四分之一的水果 那四分之一的澱粉 那澱粉希望要全骨類 全骨類 因為如果你沒有全骨類 你要達到今天講的這個標準 很難 不過王老師那我請教你 現在我手上拿一個便當 好嗎 這是最一般的排骨便當 排骨啊 一個排骨 那飯 便當的飯很少在那邊糙米 沒有錯 一個是白米啦 對不對 但是裡面的蔬菜呢你看 高麗菜紅蘿蔔 有沒有 酸菜很常見 玉米 玉米這冷凍蔬菜 冷凍蔬菜 冷凍蔬菜 然後這個叫冬粉 冬粉 因為照這樣子 你再估算它的膳食纖維 到底夠不夠 其實你看喔 那一塊巴掌大的排骨 就比其他所有的蔬菜多了吧 對 那那一塊最多的是沒有纖維 那下面的白飯 我們講了 100公克才0.4 很少 那了不起1而已 那只剩下旁邊的那點綴的 冬粉那一戳 大概也不到1啦 這也很少耶 青菜也都很少耶 對 那一戳 對 那個青菜那一戳 大概了不起2而已 高麗菜要1碗 對 要1碗 才1.6 1碗 這根本就沒有 這是淺淺的一層而已 不是下面都是喔 玉米可能還好一點 玉米也有 玉米可能幾顆而已 對 因為外面的便當 它那個就有一小格 一小格的青菜 所以這樣加起來 可能不到5 纖維不到5 所以三餐都吃這個便當 三餐各吃一個15而已 那就也才15而已 15而已 剛剛今天調講的 國建局調查的就是15 就這樣嗎 對 所以就是不足一半而已 所以如果你看 你今天如果換成一碗 不要說糙米飯 胚芽就好了啦 胚芽米 帶胚芽米的胚芽飯的話 大概你那個也可以 馬上就增加大概4 3到4 就可以增加很大的比例 所以簡單的講 你說那個比例問題是不是 如果肉吃多少 蔬菜水果有纖維的 大概叫同比例 1比1 一定要比它多 2比1 因為以同重量來講 肉的比重比較重 蔬菜是很輕的 所以另外還可以選擇就是說 你一樣在挑那個菜的時候 自助餐有時候就可以挑的 你要選一些 剛才提到的全豆類 可能毛豆 毛豆的 可能是有一些豆類的一些 全豆的豆腐或豆類製品 你要額外補充進去 然後再配個水果 再配個水果 再配一顆土把辣 一顆就大概有5了 所以你可能這樣一天 蔬菜可以選擇立花菜 立花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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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不錯的 然後膳食纖維也高 很高 所以最後來 幫我們總結一下 我們這個膳食纖維 應該把握什麼樣的原則 讓它的功效 可以發揮到最大 膳食纖維盡量吃食物 不要吃加工食品 盡量分布在各餐裡面 多樣性的 應該讓你在吃得下 而且當你吃肉 吃高油脂的時候 你應該多吃一點 高纖維的東西 而且記得多喝水 要運動 要運動 好 雖然你看 我們這個纖維 大家不要再想說 這麼簡單 只是因為便便而已 不 它危機到生命的安全 危機到國安層級的問題 對 這麼嚴重 我們現在有競爭力 對啊 你看不然肚子痛到對不對 對 而且現在不只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經過這一集 不只膚淺了 好像變得比較有深度 真的 但重要要身體力行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大人不管多害怕 也只能忍住 我老公就跟我講好說 不管你有多害怕 都其實你忍住 然後小孩那時候還小 第一次看到毛毛蟲 他說 媽媽你看那邊 為什麼一隻動物 是這樣子走路的 然後我看過去 我就 人 閃膠吧 你知道嗎 媽媽同日在看那個 今天晚上八點 請你跟我這樣過